今天元旦奢企典禮 名傳金差首度臨唱國歌也成了注目焦點 而台下呢也有詩心正媒 穿著開高差的旗袍發紅包來宣傳避診 43位名傳金差臉上挂著甜美微笑 吸引全場目光 首度臨唱國歌表現露露大方 不同意國境接待貴賓 訓練時間得加倍 那我們平常在做練習的時候 都是以120分當作我們的目標 那今天我們每一位隊員都拿出自己的實力 那我都打到自己的目標 那也都給自己滿分 當然會這是國家的重大慶典 就是當然會有壓力 可是在壓力之下呢 讓我們成長進步的更快 不讓台上名傳金差 專美於前台下四星廣電系的正媒 為了臂展貨出去 脫掉小可愛使出渾身解束 炒熱現場氣氛 同樣都是旗袍裝扮 名傳金差全身包緊緊 梳著包頭戴上耳環 穿上大紅袖花旗袍 展露腳好身段 走的是古典優雅風 四星八位正妹踩著10公分的高跟鞋 旗袍開洽硬是比名傳金差高 走的是性感也驗路線 名傳四星大PK兩邊各有特色 所以穿旗袍市場跟金差 視聽一下看誰比較漂亮 我們一定會贏的 你們會贏在哪邊 我們的外形比較粗色 而且我們就是我們的旗袍的款式 每個人都是有特地去挑過 正妹們拼場 趁著升旗典禮 另外一個吸金焦點也讓現場暖和起來 U電TV前子 米蕭秉儀 台北報導